咒术回战239情报来 接见下下真的捉弄了我们 一开始的画面不是火仗对战宋罗的战场 故事开始时是另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一位绑着发际的女孩正在逃离某人 这个女孩的名字没有提到 她对于卷索在死灭回忧中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愤怒 她问把他们变成咒物再次赋予生命 然后再剥夺他们的生命 这不是太残酷了吗 接着当她听到卷索说着 如果味道太淡 我会加入更多风味 如果太浓烈 我会加入更多原味 你们这些人对我来说就像调味料和水 我对你们并没有特别的心感 紧接着她被一种类似水母的骤灵困住 她试图反击 但卷索完全封住了她的头部 并说 即使我对你们这些人没有感情 有时我觉得你们太好了 不值得浪费 然后有其他人到场问卷索为什么还在继续说话 因为她已经死了 王儒走下卷索的方向 卷索开玩笑地说 谁有资格成为她的朋友 第一他们不应该让卷索感到无聊 第二与她处于相同水平 黄儒拒绝成为卷索的朋友 因为她说她已经受够了有长发的朋友 可能是在说雷吉 黄儒说你真喜欢和自己说话 我猜这是当你活太长时间时的结果 卷索回答因为我的朋友越来越少 卷索请黄儒等一下 然后观察宿诺与五条物的战斗 她意识到宿诺扩大她的咒术目标 以祭导五条物 然后她接着说 那脸长得真不错 可能是在说五条物 卷索继续说 他们现在具有 觉醒天于咒夫的禅院珍惜 还有可能拥有一种空间 传送咒术的明明的地点 仅仅对付术师们的计划 是有风险的 卷索解释她留下了 她的咒灵在新宿来监视情况 她说她将根据咒力的总量 来知道是否有人离开了新宿 由于她也知道每位术师 以及排名第二的 一股忧太的咒力总量 此外她还分享了她的咒灵事业 此时黄炉被卷索的咒灵抓住了 当被问及卷索的真正目标是什么时 卷索回答她将通过 消除所有参与者来结束死灭回忧 并以此作为束缚的誓言 她将启动江天元 与整个日本所有人合而为一的过程 卷索问黄炉 你难道不想确保你认为 有趣的事情是否为真吗 这不就是生活的意义吗 在黄炉临终之前 黄炉告诉卷索 每天早上看自己的大便会满足她的好奇心 然后我们看到高宇准备对抗卷索 卷索离开袭击高宇 并纳闷为什么在没有明明的监控下 独自一人前来 卷索继续说 他对于除了日车之外的参赛者 完全没有兴趣 但高宇袭击生还下来 卷索甚至都感觉到难以置信 高宇对卷索咒着说 你这个可恶的和尚 你试图杀我 我不会原谅你了 我会让你坐牢的 卷索感到高宇行为有些习惯 卷索在看到高宇生还想法师 那是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感觉 不是说没有受损 而是好像他使的受损变得不存在一样 高宇说 这个世界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 但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 当一个只想迎合比赛结果的意义 却抢走了整个秀场 卷索回答说你说的对 目前是239话的情报 下周不休看 等完整版出来了 我再做个详细解说 我再做个详细解说